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将为各位查考的经书是约翰一书三章的八到十节 题目是不犯罪 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魔鬼的儿女 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 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人不是神所造的吗 那么人怎么会又属魔鬼的呢 若是明白神学的人就知道 被造的和生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基督是神所生的 和我们是被造的并不一样 如果是这样说 那么第九节和第十节两节中 所指的是人吗 还是约翰用错词了 不要急 让我们慢慢地解释 约翰这样写的原因 人是被神所造的 但是人在犯罪之后 被逐出了伊甸园 来到了这个世界 结局也就是浮在那个掌握 这个世界实际控制权的 恶者的脚下 也就是魔鬼撒旦 这也不是说 人只要一犯了罪 就归属魔鬼 但是你想想 亚当和夏娃与神隔绝 又来到这个世上 他们是如此的软弱和无力 结果当然是只能浮在 那个恶者的脚下 同样的当人犯了罪 就不能直接怜与神 或许人知道撒旦的 也不愿意浮在撒旦的脚前 但是人还有什么选择呢 人看不清也感受不到魔鬼的作为 亦没有撒旦的能力 你要如何去抵挡这样的一个对手 或许罪人也不愿意属于魔鬼 但是结局就是如此 人的自觉和自治不能拯救自己 有了神所颁布的律法 也不能自首 因为人虽然明白了神的要求 却是人就不能战胜罪恶 也不能从魔鬼的网罗中自拔出来 直到基督来了 他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要人能够得胜罪恶 那是要怎么做的呢 我们知道 主乃是以肉身来到世上 他不但将神的道传给我们 更是以他自身做我们罪恶的赎价 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挽回忌 甚至我们的罪犯得以赦免 这样就完事了吗 并没有 因为接受基督 作为我们救主的基督徒 在日后还是会犯罪 那岂不是就是回到原点了吗 在根本上是毫无改变的 真正能够改变局面的 就是主让我们重生 当主在地上的时候 对我们所传的道 会成为我们新生命的种子 而借着主的圣灵的浇灌 他要让我们重生 这个重生并非是一处可击的 也不是我们一信主受洗 就算是重生了 重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生长 在以佛所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理的力量刚强起来 这个心理的力量在英文中是叫做 inner man 括号就是内里的人 等同说我们里面有另外一个基督的生命 另外一个人 是的 就是这个生命是从神所生的 也就是第九节说的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基督徒偶尔犯罪里 并不是约翰所说的经文不对 而是我们里头的旧人还在犯罪 并不是那重生的新人在犯罪 那新人是从神生的 是由神的道的种子而生成的 他是不犯罪也不能犯罪的 而我们呢 我们里面的旧人要强于新人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偶尔会犯罪 当我们里面的新人越来越强 旧人越来越小 那我们就很难再犯罪了 因为我们的生命基本上 就是被神所生的新人给掌管了 这就是主要拯救我们的方法了 他赎了我们的罪嫁 他也使我们远离过犯罪恶 让我们不只是过去所犯的罪被赎了 他也要使我们以后也不会再犯罪 不只是不犯罪 还要使我们行义 这样呢 人就能看得出来我们是属神的 还是属于那撒旦恶者的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